那MySQL呢 现在呢 我们已经装完了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后面呢 也是我们今天呢 稍微重要一点 然后呢 难度也比较大的地方了 叫MySQL的基本操作 这一块的话 可能对于运维来说啊 是比较头疼的一个地方 因为要记得东西又来了 那么在操作MySQL之前呢 我们先来去介绍一些名词 这些名词呢 以前可能没接触过啊 第一个呢 叫数据库 那么数据库呢 MySQL本身就是个数据库 但是这是一个概词啊 是个概数 那除了MySQL这个数据库呢 其实它里面呢 又有库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库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 这个库呢 我们就可以呢 看作 这里方举个例子啊 以Excel文件 举例啊 以Excel举例 那么数据库呢 我们就可以呢 看作是整个Excel文件 可以看作是整个Excel文件 Excel都见过啊 可以看作是整个Excel文件 它是一个最大的 然后呢 在Excel里面 我们打开一个Excel啊 打开一个Excel 新建一个吧 桌面上新建一个 Excel 在这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数据库 那么数据库打开之后呢 在这里面呢 它下面是不是有这个啊 那注意啊 我这里面填个1 这里面填个2 这里面填个3 这里面填个4 1 2 3 4 没问题啊 那现在的话 这里面这个数据互相影响吗 不影响 是不是他们相对独立的呀 像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 称之为叫工作表 那其实我们下面想讲的这个数据表呢 其实可以呢 看作是一个Excel文件中的工作表 工作表 就是一个工作部 就是整个Excel文件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表啊 它这个一定多的关系吧 一个里面肯定很多个嘛 一个文件有多个表啊 所以是一对多啊 那这块的话也是一样的 那么一个数据库里面呢 可以有多个数据表啊 然后什么是行 什么是列呢 这个就好理解了 这是什么 行 这是什么 列 对了 那行列啊 但是行和列呢 在我们数据库里面呢 一般不称之为叫行和列 叫行 我们称之为叫记录 列呢 我们称之为叫字段 列称之为叫字段啊 所以这个行的话 我们理解的时候 可以理解的行 可以呢 看作是一个工作表中的一行 但是呢 在数据表里面 在数据库里面呢 我们称之为叫记录 那么这个可以看作是 看作是一个工作表中的一列 一列 一列我们称之为叫记录 那么后面大家在记的时候呢 就记后面这个就可以了 理解的时候可以用列来理解 行呢 记录可以用行去理解 但是呢 以后呢 我会称之为特色的记录 数据表和数据库这个呢 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啊 就这两个 这四个词 这四个词 现在能不能把这四个词和这边呢 这个文件能堆得上号 能吧 这几个东西呢 一定要搞清楚啊 先要搞清楚 分别什么含义啊 那么从后面开始 从大的往小的看啊 从大的往小的看 因为谈到操作嘛 操作肯定是有一些 比如说 查看呢 添加呀 这些操作 那么查看添加的话 你总不能说 我没有数据库 我就能看字段吧 这个做不到啊 做不到 所以必须呢 得先保证有库 再有表 再有这个记录 从大到小的 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先看第一个 叫酷操作 酷操作里面呢 有这么几个语句 当然这几个语句 需要注意 这是命令啊 命令呢 在我们外面这个地方 你肯定执行不了的 去哪执行呢 去买socall的命令行 所以后续所有的 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操作啊 只要没有特别声明 默认这些命令 都是在买socall里面执行 那么以下 命令啊 在买socall 终端 命令行 终 执行 只要没有写特别声明的啊 都以这个为准 第一个命令呢 叫show database 后面左右有个s啊 show databases 怎么意思呢 show表示显示 database表示数据库 加s表示复数 所以它的作用呢 也就是 显示我们 当前 mysocall 送啊 全部的 数据库 那其实就是好比 相当于 我要显示一下 我整个电脑里面 有多少个excel文件 一个excel文件 我们称之为叫一个库嘛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效果 然后呢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在这个mysocall里面呢 它的命令是不区分 哪有写的 命令是不区分 哪有写的 意思就是 你这个地方可以大写 也可以小写 也可以大小写混合 但是大小写混合 这种写法嘛 一般不常见 要么就是大写 要么就是小写 这两种比较常见一点的 所以我这里面是写的大写的 后面呢 你可以写小写 没有关系 不强制 不强制 大小写 均可 不区分 那效果一不一样 咱们可以试一下 待会儿 先来进来 进来之后呢 然后呢 找一下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不好记 三天过来 然后呢 我们先来大写的 show D-A-T-A-B-A-S-E-S 然后注意啊 这个分号必须要加 在买色号里面呢 就大部分的命令 执行的时候 都需要加分号 像刚才我们这个 ESIT就属于一个例外 你加不加好像都行 但是其他命令 不行啊 记得一定要加分号 加分号 然后它回车 没加分号怎么办 它会等着你加分号 你再说分号 也可以 反正它一遇到分号 才认为这一句是结束了 分号你先加后加都一样啊 那建议是直接加后面 不要省事一点啊 那么会看到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那其实就已经列出来了啊 这个分号啊 重新写一下 就这个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能看到一些信息 上面这个呢 我们可以认为 它给我们画了一个表 这个表呢 有一个标题 叫database 数据库 然后下面就是数据库的名字 分别是 一份Message Gamer 然后呢 MySQL和Test 这是我们刚装好之后的 这么一个场景 还记得这个Test吗 他问我们是不是要移除 是吧 我们当时选的是N 就不移除 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 如果当时你选到Y 那这个时候Test 能看不到了 可以创建 没关系的 这个是我们执行之后的 这个效果 是能够看到的 然后后面呢 有三rows Inset 0.00 SEC 这句话表达什么含义 三rows 三行 Inset SET我们称之为叫 一个是设置的意思 还有一个是结果集的意思 叫结果集 在集合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集合里面 有三行记录 并且呢 执行时间多长 0.00 他把执行时间 进去到了秒 然后呢 只进去了两位 所以 0.00 我们就看不到 这个执行时间了 好 这个是第一个命令 show Data Data Base S show database 之前的一个效果 show database 那么刚才说这个命令呢 可以大写 可以小写 那么现在的话 可以来试一下小写 show Data Base 只要单字不写错了 真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它不区分大方写 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来个混搭行不行 Data Base 一样的 不区分大写 这一点是比较好 那么其他变态语言里面呢 有的变态语言是 严格区分大方写 这个比较头疼 那麽色话呢 比较灵活 大方写都行 第二个 第二个命令呢 叫 create database 加库名 create database 加库名 create表示 创建 DataBase 数据库 加上一个名字 意思就是 创建一个 数据库 新建一个数据库 创建数据库 然后后面呢 还有照法 DataBase 照法叫丢弃 之前有同学问过这个照法 什么时候 防火墙的时候 丢弃 它叫创除 数据库 都需要加名字的 然后还有个use 库名 叫 我们称之为叫切换数据库 切换数据库 你想用哪一个数据库的时候 你得先use一下 才能去进入到这个数据库里面来 然后才能去查看你们的表 要不然的话 直接执行插表的命令 是没法执行的 先去use一下 叫切换数据库 那么后面几个指令呢 我们可以都来试一下 比如说下面一个 叫创建 数据库 那么这地方呢 来个例子 例如呢 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 运为 运为 这么一个数据库 那么之前的命令就是 来这边来 C-R-E-A-T-E-D-A-T-A-B-A-S-E 注意没有S 创建创建单个 然后呢 运为 然后注意分号不要忘了 Querie OK 查询成功 E-Roll affected 自己的 一行被影响 因为我们插入一个数据库 之前是不是三行啊 那现在如果成功的话 是不是要变四行啊 这个呢 就可以了 那么最终你还是以 秀为准是不是 有吧 有了啊 这个就成功了 好 这个是 创建 那么有创建 就有删除 那么下面就是删除 数据库 例如呢 我们再去删除 哎 运为这个数据库 这个是库 我们现在讲的是库 那有创建是 到底是表还是库 那这块的话 待会呢 我们可以新开个终端啊 出去再看 待会再看啊 当然了 之前我们在这块的话 不是讲到一个叫目录吗 就是说当我们新建一个库的时候 会在这个Mesco目录下会产生一个同的目录 比如说这个TESTA 会有这个同的一个目录 所以如果说你创建了一个数据库 在这个目录下也有对应的同名字的文件夹 你把它删掉之后 这个同名文件夹也就没了 当然你可以通过RM-RF 去把那个目录给删了 来达到删除数据库的效果 但是这种效果我们不推不推荐用啊 还是通过他自己的命令来 三组叫DIOP Job D-A-T-A B-A-S-E 然后呢 运为 Querie OK Querie OK 零行 Querie查询嘛 查询啊 然后呢 零行 Affected 没有行笔影响 那么检查一下 是不是少了一个了啊 那少了一个了啊 可以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切换数据库 切换数据库 切换数据库的话 那么例如我们切换到Test数据库 Test数据库 那么需要之前的命令就是 Use Use Test Database Change的 数据库已经被更改了 数据库已经被更改了 嗯 行 那么这个是切换数据库 切换数据库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Test 那么如果说你再切一次 Use MySircle 好 那么在时候呢 MySircle U-S-E U-S-E 是不是切换成功了呀 切换成功了啊 所以在地方报错的时候 MySircle 的一个典型的报错语法 就是这种语法 You have an error in your circle syntax Syntax 但是见到了吧 之前讲语法高亮的时候 有印象吧 啊 Syntax 然后呢 Check the manner 就是检查这个手册 然后ZET Corespons to your MySircle Server Vishing 然后在哪错了呢 在这个地方错了 就告诉你一个语法错误了 行 那么这个呢 是数据库的操作 针对数据库的操作呢 这块呢 比较简单 就是几个命令 就是几个命令 查询 然后呢 创建 删除和切换 查询 创建 删除 切换 这四个